杀戮后站新建完成 但周遭却是一片荒凉 远处还有怪手持续施工 有民众质疑是否 新建好的火车后站却一直无法启用开放 甚至连外道路也都迟迟没有打通 看得见却用不到 引发居民反弹 纷纷向地方名代澄清 杀戮无期这些民众 希望我们市政府跟这个交通 铁路局尽速的完成这个工程 还有连外的道路 因为迟迟没有完成 造成我们这一个无期的居民 要来搭火车的时间会增加很多 将近多了10分钟 为了让后站居民方便搭火车 并解决火车站前的腹地狭小 停车不易等问题 铁路局动工新建细测跨站工程 让民众可以就近从后站搭火车 节省绕道杀戮区的交通时间 但是相关工程一再延档 上个月还遭到监察院纠正 地方痛批严重影响地方发展 为了减少前站的人员的进出 跟车子的进出 民众希望市政府还有铁路局 尽数完成后面的工程 才不会造成我们进出的不方便 市府交通局则解释 目前还要在后站打造车站广场 相关工程也已经开始动工 至于广场与道路的衔接进度 牵涉到复杂的土地问题 将会持续和地震局做研议 让当初便利的美意能早日落实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